各位讀者大家好 我是蔡恩全 我想我先从我的初衷谈起吧 过去这十多年我在两岸之间 其实蛮有很多机会 做一些演讲跟分享 从对年轻人在学的学生 一直到常常有机会到别的公司 针对资深经理人做一些演讲分享 当我在准备这些材料的时候 发现其实大家在职场上 遇到的困难跟需求 其实很多是共通性的 人到了某个年纪 总是有点使命感 我希望把这些共通点串联起来 写成一本书 让他有机会 更有系统地跟大家分享 我希望借过这些分享 让年轻人准备更好的基本功 少在职场上走学员网路 那最近很多人也会抱怨说 这个死也运也命也 那我想讲的是说 所谓的死也运也命也 是当运来的时候 你是准备最好的人 你才会变成那个最幸运的人 我想我先从找工作吧 几个面向 一个是你自己想做的工作 包括你考虑你自己的科系 你是在哪一个行业 你自己的兴趣等等 另外一个是 你真的能做的工作 你有能力可以负担的工作 这是一个 第三个考量点是 你要想的是 有很多现实的考量 现实的考量就是薪水 这家公司的行业 这家公司的形象等等 当你把这三样的环境 一起考虑完以后 我想你会做一些优先试取吧 我觉得人总是在错误中学习 你做完这三件事的考量以后 下一步你又要想的是 好 那你的第一步是什么 那我会建议年轻人是 其实你要勇于尝试 那如果错了 赶快改 尤其是在你工作的第一年 我个人经验上工作第一年 你如果真的觉得不对 所以不要太延迟 想办法多方尝试 该改的时候就改 一点都不用质疑 那 几次以后 我相信你在一两年之内 或甚至三年之内 你应该找到你自己一个 比较适合你的方向 那找到以后呢 我觉得你就应该要定住 要忍住 让自己在这个工作里面 培养你的实力 培养你的经验 培养你未来道路 所需要的这些技能 我想这是基本的 那讲到前瞻性 我觉得这个就很现实了 这个工作有没有前瞻性 很重要的重点是 我觉得你应该要多方阅读 多方接触 知道这个市场跟产业的趋势 那举一个最近 最普通的一个例子就是 大家都知道人工智慧 AI 机器人 大数据 进步非常快 那由未来的整个工作的指种 很多很多的工作指种 可能会被人工智慧 机器人取代 就不会想去选来给职业 甚至你考虑现在的科技 包括5G 包括Blockchain等等 那这会改变我们 整个生活的心态 所以你在考虑未来的方向 前瞻性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些最新的 这些因素给考虑进去 我会这么想 与其找到不如创造 创造你的价值跟定位 那我在书长里面第17章讲到君子不弃 那这是我个人的座右铭 那讲到君子不弃不是老掉牙的 其实他的意思是说 一个君子呢 你不会限定你自己只有少数的技能 你愿意多方涉猎 多方学习 那我举个例子吧 我之前早期我做过很长时间的工程师 可是我自己在做工程师的时候 我也希望说我对业务 他们做些什么事有了解 有一天我自己做业务的时候 我也知道怎么做 甚至我对做行销 做marketing的人 我会想说 行销的人他们的思考模式是什么 我也想多做 多做学习跟多做涉猎 所以将来 因为我不只是一个工程师 有机会的时候我能做业务 我也能做行销 甚至我能做顾问 那我相信从这个角度去看 你自己的价值跟定位不可言喻 你从这个整个人生的过程中 你就可以build up你的这个 不管是你的软实力 硬实力等等 让你的路可以走得更长远